主人 出来吧 花不弃 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 柳青吴 我应该称呼你莫府二小姐 还是 当然是郡主 你花灯旗跳的那个舞 刺激我父王病情加重 现在我父王一直昏迷 你又不能让他清醒 你该当何罪 跪下 王爷还没认你呢 才进王府就想耍郡主的威风了 你给我跪下 还要我跪吗 住手 一脚换一巴掌 直了 你 会武功了不起啊 怎么回事 二小姐平白无故要我跪下 我不敢 她却把我推倒在地 本来听到娘娘的声音停了手 她却不知好歹地打了我一巴掌 后来的事娘娘都已瞧见 虽然王爷是因为清吴的歌舞而受惊 但清吴进府 也是诚心地想为王爷治病 我们明月山庄虽是商骨人家 也不容忍随意欺凌 肃闻甘妃娘娘打理王府 赏罚分明 此事还请娘娘替清吴做主 柳姑娘 你也叫她二小姐 这打你的是莫府的小姐 明月山庄若是气不过 大可以找莫府里落 不过你们二人现在身在王府 那就得是王府的规矩 话不弃 你以为王府是你当乞丐时 可以随意乱窜的市集吗 我亲眼看见你先动手打了柳姑娘 还不赶快道歉 如果有男人喜欢你 他肯定是太监 臭丫头 你怎么不骂我是狗娘养的 我更喜欢听这个 狗娘养的 住嘴 柳姑娘在说什么 殿下宁来得正好 他刚刚在骂我呢 殿下 你快抓住他 他刚刚还要杀我呢 殿下 我刚刚只是一时气愤 对他绝无谋害之意 放屁 你就是那个一直想要杀我的人 在天门关外 也是你设服 要杀我和莫大哥的 殿下 我没有 我和二小姐素未谋灭 无冤无仇 怎么会对他有谋害之意呢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要杀你 他身上的标记 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就只有身上的标记 没有其他证据 这还不够吗 没有人证物证 你就想污蔑人家刘 姑娘 话不清 依我看 你就是嫉妒柳姑娘的母子 和花灯会拍你的那一场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相信就算了 慢着 冒犯污蔑了人家柳姑娘就想走 这要传出去 还是我们王府没了规矩 去靖堂 罚跪两天 好痛 好痛 甘母妃 话不许是因为父王的病 才进到王府 若犯了府中的规矩 暂且饶她一回 世子难道看不出 这丫头是在装晕吗 哦 甘母妃认为她是装晕 就这么轻轻一讲 就晕了 这难不成 可能还真是潜心直深了 是啊 像柳姑娘这般柔弱的女子 轻轻一击啊 估计连草都不会断吧 既然父王对柳姑娘的舞姿 没什么反应 本世子就不留你了 你走吧 王爷对轻舞的歌舞 没有反应 实在遗憾 轻舞这就去整理 准备离开 柳姑娘请留步 本世子细想之下 还是想请柳姑娘多留些日子 毕竟父王现在昏昏沉沉 只不定哪天清醒 看到柳姑娘的舞姿会有奇象 柳姑娘若能帮助我 本世子定会回吧 殿下有命 秦吾不敢不走 是因为是外国的人 航密的经验 都要不走 那我这种 让你唯有 进一步 感谢观看